那么好,这几课我们继续讲我们内存管理 我们以代码形式来讲解 所以这几课开始呢,我们要重新去定义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内灵的get方法和set方法 之前我们学习get方法和set方法的时候呢,是在ARC模式下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在手动内存管理,就是MRC模式下,去实现我们的get方法和set方法 好,那我们这里呢,先来建立两个类 不是一个dog类 以及呢,我们建一个人,这样一个类 passenly 好 我们这样来创建,比如说我们在passenly里面呢,我们去import一个狗 dog 那么人呢,他拥有一条狗 比如说我们人这有一个dog dog 人,他拥有一条狗 那我们之前要写一个,就是说set first,set again的方法,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写一下他的set方法 比如说,set的方法,我们要传入一个狗,对不对 我们这样写的set dog 我们需要传入一条狗 我们需要传入一条狗 我们在设计管理之后,我们学set get的方法,我们是在写的 那么我们点m文件中呢,我们当然是这样去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实现他的 一个get的方法的话,我们就是 dog 我们直接 return 我们的dog,对不对 这样的,对不对 那么get的方法呢 我们这里我们的set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set dog,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是这样写的 直接 就是说dog 等于newdog 好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get和set方法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是在mrc模式下 我们这样的get的方法 因为我们 那个get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管它 对不对 都是反而当前的一个道路 这是就一句话,对不对 这个我们不需要理解 那么我们重要的是来 说说这个set的方法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et的方法 如果是在mrc模式下 就说手动认识管理模式下 这样做 可行吗 那么有些同学说 上次听了我们上一课之后 我们有些同学说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return 因为我们要告诉它 当前的这台dog这个指针啊 这个空间啊 有另外一台dog在引用它 必须对它return一次 对,没错 是这样的 我们说需要对它return一次 那么 对它return一次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方法呢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传进来的这条dot 其实就是这个dog的 也就是说我们 当前是这个dog和这个dog 其实是一块的 那么你传进来之后 当前dog只向它又对它均率称一次 那是不是说 等于说自己给自己 又多加了一次内存空间的运用 那么这样是不是就造成了一个内存的泄露呢 那么我们这里 一般的写法是这样子 我们首先要判断 当前的dog是不是和这个newdog是相等的 如果它们不相等 那我们就需要对当前的这个dog 先把它释放掉 release掉 然后我们再把当前的dog 对这个newdog进行一个return操作 再复制给我们新的对峰空间 这就是我们在 MRC模式下的一个 set方法 一个书写方式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为我们的这个变量dog 设置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首先一定要判断 你当前传进来这个dog 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前这个dog中 已经存在了这个dog 如果是当前这个dog中 已经存在了那条狗 那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操作 因为你只是把 又是把这条狗又牵过来的话 我本来就有这条狗 对不对 那我干嘛还要做任何操作呢 好 如果说你要换一条新狗 就是我刚才这条狗 你要换成一条新狗 那我必须把我现在的这条狗 给扔掉 给杀死掉 对不对 杀死掉之后 告诉他引用进度器 要减一 杀掉 让他去回收内存空间 然后 再把你牵过来这条狗 拌一次 再复制给我们现在的这条狗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是否明白 或者说我们这里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说 到个release之后呢 或者我们 也可以这样直接 Dog 等于Near 等于Near之后呢 我们再对这个 比如说 New Dog 是吧 Return一次 然后再把它复制给它 也就是说这个Near 一定是杀死这条狗 先把这条狗给杀死掉 然后 再给它来 牵上一座新狗 好 这是我们内存管理 就是说 手动内存管理之后的一个 设的方法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狗 这个方法中呢 我们来写一个 7个函数 比如说Write Dialog 那这个7个函数呢 我们这样写 首先我还是调子 修个Dialog方法 狗呢 狗里面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属性 我们这样设置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Prop的一个属性 直接Prop的一个属性 Intellation的 叫ID 那我们这里呢 去实现一下这样的属性 SenseSize ID 等于ID 好 这里我们直接输出一下 SenseSize Go Dog ID 我们这里 PropD IsDat IsDat 我们把这个ID传过来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去多创建几条狗 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的 Main函数中呢 我们去Import一次 Dog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什么 ImportPerson 那我们在Person中呢 我们会有一条狗 对不对 那我们先 实力化一个 一条狗 比如说Dog1 它呢 等于Dog Log Init 那我们把Dog1呢 的ID属性呢 物质等于1 然后我们再创建另外一条狗 Dog2 我们把它的 Log 把它Dog2的那个 哎 怎么设立些Dog2呢 我们把Dog2 的ID属性呢 设置成2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Person呢 我们同样实力化一个 一个人 叫P 我可以通过 Block一个属性 熟手画 好 这里我们来 调用一下Person的一个set方法 比如说set setDog 对不对 我们首先 把Dog1传进来 那我们来 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走到Person里面来 我们可以 对这个set方法这里呢 我们去输出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 我们也写出这个 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个 seek of方法 能他肯定也会死亡 对不对 销毁 那我们同样的 sirper Dialog 这里呢 我们也去输出一句话 person person is desk 好 我们在这里输出一句话 把这个Dog 当前Dog 变 returnCoin的 给它打印出来 好不好 我们这里直接输出 我们在这里打印一次 然后呢 在这外面呢 我们也去打印一次 那我们来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returnCoin的 都是为0 我们通过setDog的方法 都是为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会走进来 首先我们对Dog release的一次 那么 在之前呢 因为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Dog是一个空子人 对不对 那么它的returnCoin的 确实是0 进来之后 我们传了一个newDog进来 那newDog呢 首先我们对Dog release 那么我们一个 这时候Dog呢 是一个near 对不对 是空子人 空子人操作release方法呢 它其实还是反而一个空子人 那Dog为near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returnCoin肯定还是0 那好 那我们最后 将我们的这个newDog 复制给它之后呢 我们再去打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Dog的returnCoin为2 那么 这里有人就会说了 Dog的returnCoin 为什么是2呢 它应该是1才对呀 错了 这里确实就是2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传进来了一个 newDog 对不对 那么newDog 它传进来之后呢 它其实有两个指针 指向了newDog 这个内存空间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传进来 是Dog1 对不对 那么我们Dog1呢 它其实 在allog的时候 allog的时候呢 它的引用计则器 就等于1 对不对 那我们对它进行setDog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Dog1传进去呢 我们这里呢 又对它进行 语认一次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Dog所指向的内存空间呢 其实就是2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黄金法则 也就是说在我们在set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对Dog1呢 进行release操作 对不对 一定要进行release操作 这就是我们 所要遵循的黄金法则 对Dog1 return之后呢 一定要对它进行release操作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印数还是2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印在它旅适之前打印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次看一下 enslog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 现在Dog1 的return count 这样就等于1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真正在引用的就是P这个Dog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去不打印Dog了 我们去打印P 这个人这个类的引用技术器 它等于1没错 因为它只lock了一次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有问题了 我们把这个人给销毁掉 那么会发生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Person is dead 没错 人死了 那么人死了之后 那么人 它那条狗呢 对不对 我们记得我们这里设置了一条狗 对不对 那么人这条狗呢 狗会发生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狗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死的 那我们再来在外面人死之后呢 我们再去打印这条狗的引用技术器 我看到狗是 我们记得我们在狗的时候 这里我们调用了这条狗这个方法啊 是吧 那这怎么没有打印呢 狗必须要死才对啊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 在能调用这个销毁方式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任何一个对象 在销毁的时候啊 调用掉那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它含有的对象啊 也杀死掉 不然的话 你虽然引用技术就为零了 系统不会默认去收回你这个内存空间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人先死亡之后呢 狗一呢 也马上就死了 好 那我们再来 我们这个时候讲的是 在人日销毁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把人所有的狗也要杀死 不然这也会造成一个内存空间的泄漏 另外 我们在最 对这个设计的方法的时候呢 只要对这个吕特能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对狗这个对象 进行一个release操作 遵循我们的黄金法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不杀死我们这个人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下面杀死人这个代码给停掉 那么我们再来 我们说之前 我们现在设置的狗一 Dog一呢 它是属于人 这个狗 那个狗 这个 这个属性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再次 比如说我们 在面杀死书 我们再次调用这个方法 P SetDog Dog 我们再次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人这个方法中 它就有判断了 这个时候我们传进来的 其实Dog和这个Dog是相等 对不对 那意思是说 它就不会走入这个里面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输出啊 先给屏蔽掉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会走入这个 这里面会不会有输出呢 我们运行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啊 这个我们还是用了Dog1 进来 稍等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Dog1啊 就是Dog1 那我们这Dog1 release掉了 是不是 到于我们release了一次 到于release了一次呢 我们这里呢 其实 应该再打release之陈掉 因为release之后 你再去分辨那种的话 我们把它release也弄掉 这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NewDog和这个Dog 第二次的时候 其实是相等的 那我们这里只打印了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打印了一次 就是说 我们只把这个 这个打印的时候 第二次 我们其实就没有走进来 没有再去打印了 也就是说 这时候呢 我们放了两条狗 那么它两条狗 其实它之前的第一条狗 就这里 我们第一次设置Dog1 对不对 那么第二次 我们再去设置Dog1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设置 对不对 可能是代码有误啊 显得太匆忙了 可能写了第二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去 说那个 给它开Bnet空间 但是 这个时候 我们Dog1是为2的 因为这里release一次 然后这里设置了一次 所以它引用计则器 一直是为2的 它不可能跑去3 对不对 因为它不会再设置了 我们这里限制词了 就说你两次传的对象 如果是一样的话 它就不需要再往下跑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Dog1 改成Dog2呢 那我们Dog1的 引用计则器是多少呢 没错 还是2 它并不会 并不会去增加 那么我们Dog2的 引用计则器是多少呢 那我们可以 在这里去打印一下 Dog2的引用计则器 也是为2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Dog2的引用计则器 也是为2 同理 它其实和Dog1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这样操作 你这样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 本身的这个Dog1 其实会release一次 然后再去release一次 再去输出 那么我们这里 其实同样要操作 你对任何一次 复制或者设置之后 我们都需要release一次 那么这里同样的 你对Dog2的话 你同样Dog2也有履意思一次 这样我们其实就能保证 永远是1 引用计则器 对吧 然后Dog2的引用计则器 现在是1 那Dog1呢 它的引用计则器 其实这个生能 我们说也是1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把Dog2的引用计则器 屏蔽掉 我们并没有输出 现在并没有去输出 那个Dog1 Dog1的引用计则器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出 Dog1的引用计则器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1164一次 可以看到 它是分开输出的 这样吧 看着有点乱 那么我们把这个给屏蔽掉 那么再运行 那么可以看到了 它两个引用计则器 其实就都是1了 都是1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个Person啊 这个有一个这样一个属性 对不对 Dog 它这个指正呢 指向了Dog1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输出 在这里吧 再去输出一次 我们的Dog1的话 其实Dog1这个时候呢 也是1对不对 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并没有销毁嘛 或者说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去尝试一下输出Dog1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Dog1 这个这里并没有销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 西购函数中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 我们这里可讲的重点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手动认定管理下 一个设计方法的一个写法 以及我们的一个 西购函数 西购函数调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释放 所属变量成员 要把它释放掉 不然的话会造成一个 内存的一个泄露 这里可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目的就是一个set方法 和一个西购函 西购方法 好 我这一刻就先讲到这里 十分钟